印尼环保站回收了一批袜子 擅长缝纫的慈祭志工杨毕霞师姐 带领团队经过大家的巧手拼装组合 做成了相当可爱的小娃娃 而这些布娃娃特地摆在慈祭医院的整间 现在是非常受欢迎的疗愈小屋 把别人不要的袜子变成可爱的娃娃 大方和大家分享,创意和做法 即使不太常做真现活的年轻人 也想要试一试 看起来很艰难 然后连续变成了多少肩膀 变成了一层 然后变成了一层 变成了一层 通过配色和图案 每一只娃娃都是独一无二 让人爱不释手 刻意放置在慈祭医院的门诊室和药房 增添快乐的氛围 回收再利用 看见了巧思如何延续悟命 也感受到贴心的关怀 大海新闻郭嘉文 利万杰菲尔印尼报导 谢谢大家